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原版369集 拆分版400集的案件 幸运而一案 这天,米花街头在搞抽奖活动 这让袁泰蠢蠢欲动 侦探队也寄予厚望 只见袁泰一脸凝重 决心至少要抽个三等奖 于是他勇敢地喊出了自己的需求 但结果不如人意 袁泰只中了一包面纸 你可知足了 要是小蓝来抽 怕是面纸你都没得呢 垂头丧气间 袁泰身后传来了庆祝声 原来是一位哥们抽到了袁泰薪水的三等奖 袁泰并不言红 因为他一眼认出 这个幸运的男人 是米花中央医院的大和田医生 大和田医生向来人心人术 首到病处 是个口碑享誉米花的好医生 其优良的人品和高超的水平 让侦探队都忍不住安理 我懂侦探队的逻辑 因为有太多人为了照顾侦探的生意 付出了生命 所以为了照顾医生的生意 有空也要生生病 看着大和田医生 开开心心抱走了三等奖 布美感叹 大和田医生又中奖了呢 这让柯南有点好奇 什么叫又中奖了 于是布美缓缓到来了 半个月前的一件事情 那天布美在街边 看到大和田医生中了彩券 袁泰补充说还不止呢 原来他听到妈妈说 上个礼拜 一家叫联合啤酒的商家 搞有奖争党 结果让大和田医生 中了整整一年份的啤酒 这要让毛利看到得算到接单 也就是说大和田医生 在半个月时间内 先是彩券中奖 接着啤酒中奖 现在还抽到了一个照相机 这过人的欧气 让柯南产生了一丢丢怀疑 回到事务所 大叔正拿着一张啤酒通知券 得意洋洋 说是自己抽中了 结果定睛一看才发现 这是一张谢谢会顾 哦不是 啤酒没敢谢谢会顾 而是通知大叔抽奖延期了 这只是一封通知信 柯南结果看了下 却发现这正是大和田医生 抽中啤酒的那家联合啤酒的活动 这就奇怪了 既然活动已经延期 大和田医生又何来的抽中 柯南告诉了侦探队 物美表示他亲眼所见的 抽中彩券的事情肯定是真的 袁台也提出 那天大和田医生抽中三等奖时 大家也有目击 但柯南不以为然 飞眼 我只看到他端走了相机 并没有看到抽奖的过程 面对侦探队的质疑 抽奖摊的小哥脸色一变 便让侦探队一步后方稀谈 没错 是作弊 原来那天轮到大和田医生抽奖时 小哥堵住了抽奖机的出球口 然后 你这根本不配叫作弊吧 还能再明显点吗 侦探队大呼失望 批评这个行为有为公道 有失公平 于是小哥解释了他的用意 原来是一个女人 拜托抽奖小哥这么做的 女人自称是大和田医生的太太 她表示大和田医生最近在工作上卡住了 也就是俗称的瓶颈 为了缓解他的压力 女人希望小哥能够借抽奖 给大和田医生一个惊喜 也就是说大和田医生并不知道这件事 礼物也是由女人提供的 纯粹是为了给大和田医生恢复自信 所以这件事并没有受害者 可是你们打击到了原态的自信 于是侦探队来到了大和田医生家 找大和田医生对证 结果夫人却说她根本没有这么做过 且大和田医生的工作可顺利了 根本没有遇到瓶颈打击自信这一说 这让可南若有所思 于是她又顺时问大和田太太 大和田医生抽中了一年份啤酒的事 结果太太表示他们夫妻俩从不喝酒 所以根本就没去抽过奖 谣言不攻自破 于是侦探队又来找抽奖小哥对话 但抽奖小哥坚持自己的说法 表示自己没有说谎 那个女人又高又瘦 身材修长 其一言一行 她历历在目 记忆忧心 说吧就气冲冲的走了 这让侦探队有点懵命 显然小哥所说的那个女人 形象跟大和田太太大相径庭 难道这是什么伦理纠纷 可南表示目前来看 大和田医生的幸运事迹中 只有彩券中奖是真的 其他的要么是那个女人在散步谣言 要么是他在抽奖中作梗 总之这个女人想按厕所 为大和田医生达到一个特别幸运的人设 为此不惜自掏腰包 可南感到的一丝不妙 虽然蓝内将也运气爆表 但是他毕竟是凭自己的努力运气爆表 侦探队回到抽奖摊前 正遇到三个女人在抽奖 依旧还是抽到纸巾 只见败幸而归的主妇们 谈论起了大和田医生 听说了吗 中央医院的大和田医生中了三奖 是的 他还抽中了啤酒呢 真是运气好的令人嫉妒 那你们怕是没见过靠抽奖 游遍日本的死神一奖 接着为首的女人又说道 一个人运气太好也不是好事 搞不好会惹火上身 怎么看你都是在自我安慰啊 这给柯南提的个性 于是他问不美 大和田医生人员到底有多好 不美表示那可真是好到爆 可以说不会有任何人在背后骂他 也就是说大和田医生完全没有输过底 这让柯南若有所思 难道这就是他精心安排的原因 柯南告诉侦探队他的疑虑 没错 那个身材修长的女人就是在过意散播谣言 制造大和田医生运气很好的假象 而这个谣言还包括 一个人如果运气太好 就会遭人嫉妒 很快就会倒霉 于是柯南让大家立马去查这个散播谣言的女人 究竟是谁 否则就会出事 这让侦探队一脸懵逼 小小年纪的他们并不是很明白幸运跟嫉妒之间的联系 不过大家还是开始了分头调查 一上街 光言就听到了两个女人在谈论大和田医生 看来大和田医生已经成为了妇女之友 话题界的红人 老大和田医生产生的共鸣度就相当于今天天气怎么样 只听其中一个妇女说到 大和田医生家的后院一挖就能挖到一大堆金币 其表情煞有介事 而对面的女人也信了 拜托这可是米花 在后院挖到尸体都比挖到金币概率的 接着父女又说道 虽然如此 但一个人最好还是不要太走狱 否则 光言听不下去了 这是比营销后还离谱 于是立马前去打听这些话的来源 袁太和不美这边也有收获 一位开小铺的店主告诉他们 大和田医生最近捡到了一个装有一亿元的包包 归还税属后 他得到了五百万元的奖励 虽然是听说的 但他还真是幸运啊 这些人都没有脑子了嘛 他是柯南的世界待久了 直接放弃了思考 另一边 柯南来到了大和田医生上班的米花中央医院 问到是否有个高高失授的女人曾和大和田医生结仇 但大和田医生口碑实在太好 格高望重 德才兼备的人设已经深入人心 护士小姐一口咬定 不会有人跟他接手 反而大家都很喜欢他 这让柯南感到不妙 还有人比我更贪重 这时 说曹操曹操道 大和田医生走了出来 跟传言的一样 他确实尊老爱幼 两袖清风 虽然是因为名医 却买不起剃须刀 走到医院的等候趋势 柯南正好听到两位病患在谈论大和田医生 怎么感觉全世界都在讨论 大和田医生 你们米花随便哪家事 不比他有话题度 原来这位住院的老人 在一个月前 曾看到一个女人 抓住了大和田医生 看起来十分不爽 大家都叫这个女人 追名太太 因为大和田医生 一直不招任何人怨恨 所以这件事 还蛮让人记忆深刻的 这时 光燕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已经找到了 那个散布谣言的女人 连地址都已经探得意 新纳数 光燕真是个好苗子 以后无论是做侦探 还是抓书鬼 都会比较出色 这个女人 果然就是曾抓住 大和田医生的追名太太 只见她正和主妇们 带着孩子玩耍 不美见状 表示她觉得有点野熟 不美的交友圈 真是个迷 看着追名太太的玩闹 一旁两个同伴 感到一丝欣慰 表示前阵子 追名先生去世时 还以为追名太太 会撑不下去呢 这引起了柯娘的注意 原来 追名太太的丈夫 在一个月前丧命于车祸 虽然当时 及时的送去了中央医院 但还是回天乏属 柯南新说 这大概就是动机了 任谁也不能忍 自己的老公被致死 但女人表示 其实追名太太的丈夫 在车祸现场时 就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也就是说 这件事不能怪医生 就让柯南明白了动机 回到侦探队身边 不美表示 她终于想起了 对追名太太野熟的原因 原来就是在半个月前 大和田医生中奖的现场 当时追名太太就在她身边 并且也看到了大和田医生中奖 这让追名太太十分愤怒 她居然还敢中奖 她竟然还笑得出来 大姐 凭本事中的奖 还不能笑一下吗 这让柯南明白了一切 她推测就是那次 大和田医生真正的中奖 让追名太太下了一个决定 柯南认为 这件事不宜让侦探队参与 于是故作轻松 表示这一切只是个乌龙 就把侦探队支开了 话说侦探队又不是没见过世面 也许凶案的世界很单纯 但极度和迁怒的情绪 却让他们理解不能 总之柯南决定一个人装逼 事业 柯南已去博士家拿东西为由 离开了侦探事务所 便直奔中央医院 埋伏在了大和田医生下班的路上 果然让他等到了一个小黑和大和田医生 只见这位身材相当好的小黑 正拿着一根钢管 尾随着刚刚下班的大和田医生 正要下手时 柯南一记足球将其阻止 果然对女人下手很温柔 力度小还不打脸 大和田医生并没有发现 看来真的是加班加到五十封闭了 躲在拐角处的柯南 用一个大灯将自己投影在了墙上 缓缓说出了推理 这一招对女人特别管用 我是私家侦探 必姓毛利 为什么要顶着洗衣机的形状 用毛利的身份推理 大叔明明十几年如一日竖着油头 追名太太 就是你在背后散布大和田医生的传言吧 我比较好奇所以就查了一下 一个月前你的丈夫遭遇了车祸 其实他当时就已经不行了 但是大和田医生还是尽全力进行了抢救 结果还是回天乏术 由于肇事司机已经逃逸 你就把怨恨全部发泄在了大和田医生身上 医生真是难啊 医术再精湛 仍是有不满意的人 以后要修仙才行了 其实你明知道这件事不能怪他 但愤怒却无处安放 最终在半个月后引爆开来 那天你看到大和田医生中了彩券 非常开心 你却觉得他竟然心无愧疚 让人无法原谅 所以就想要报复他 然而大和田医生从来没有树底 如果你直接动手 很容易就能追查到你 所以你就引到大和田医生非常幸运的假象 散布幸运的人会招来旁人嫉妒的谣言 而接下来你就只需要办成因为极度而杀人的狂徒 在一个夜晚偷偷动手就可以 事后别人也只会以为大和田医生是因为太过幸运而被极度的人杀死的 看看这可笑的动机 这愚蠢的布局 就知道在米花人的心中木警官是有多好糊弄 一言以蔽之 这就是一个藏木榆林的手法 幸亏你还可以悬崖乐马 趁悲剧还没有发生 趁你的两个孩子还没有睡醒 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家吧 但如果你一定要做点事情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柯南这番劝导非常得体 有意有软 既然是他如果犯事一定会救他出来 又暗暗提醒这样做会产生的后果 那便是家中的两个孩子将会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 准明太太痛哭流涕 一个下跪表明自己改过的决心 我相信你 放心吧 慢慢的 你就会忘掉这些伤心的事情 说吧 柯南淡淡离去 深藏公寓名 最后 准明太太来到了事务所楼下 对毛利小五郎表达了谢意 这一幕又让英里看到还得了 毛利虽然奇怪 但也不奇怪 刚刚不小心睡着了 可能又解决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而大和田医生依然元气满满 胡子拉长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位医生 哪怕品行和医术再优秀 也很难避免遭到怨恨 但他们自己也不想多那个送走病患的人 那些遗憾的事情确实让人痛苦 但也万不可因此失去理智 否则只会让更多人痛苦 这期就说到这了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